欢迎来到历史课照 我是美丽 谈到国民党军中的王牌部队 第74军肯定是榜上有名 被称为五大王牌军之首 虽然后来改编的整编74师 在孟良故战役中全军覆没 但也抹杀不了这支部队曾经的辉煌 第74军第一任军长是于吉时 是蒋介石的外甥 第二任是王耀武 第四任是张灵府 都是大名鼎鼎 但是第三任军长石中成 名气就不是很大了 石中成是安徽同城人 跟于吉时 王耀武 张灵府 这些黄浦嫡系相比 早期的经历并不是很顺 曾在军阀张宗昌的部队效力 张宗昌这个人大家都不陌生 典型的奇葩军阀 笑话一箩筐 在国民党军中名声极差 但是石中成算是其中不多的一个亮点 抗战爆发时 石中成正担任第57师 169旅旅长 率部参加了惨烈的松户会战 跟日军展开了长达一个月的拉锯战 眼瞅着各类部队纷纷受挫 唯独石中成部打得有来有往 坚持不死 不退 不逃 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 石中成也被提拔为第57师师长 松户会战结束后 尚未来得及充分整顿 石中成又率部参加了武汉会战 在这里 石中成和他的57师 再度成为正面战场的焦点 1938年9月14日 中日双方围绕田家镇的争夺 展开了激烈火拼 这一打就是半个月 其中中国军队主要是第57师和第90师的部队 而对面的日军则是被誉为 日本兵九州第一的第六师团 战事之惨烈已经难以形容 仅仅是伤亡数字便叫人触目惊心 第57师团级以上干部伤亡六人 下级军官死伤十之有期 士兵伤亡更是过半 即便是如此 57师的将士们仍然轻伤不下火线 跟日军发起了自杀式冲锋 见到如此疯狂的部队 就连一向骄横的日军也不得不服气 在他们的战后报告中有这样一句话 这是唯一能战胜皇军的中国军队 需避其锋芒 1937年初 石中成的第57师归入第74军 让本来就非常强悍的74军更加如虎添翼 逐渐成为抗日第一铁军 五大王牌军之首 1944年3月 第74军军长王耀武升任第24集团军总司令 谁来接任第74军军长一职 其实有好几个人选 比如李天霞 张灵甫 但是王耀武却选择了石中成 虽然王耀武此举有平衡的意思 但石中成担任军长也是大家都能认可的 毕竟有那个实力 抗战胜利后 石中成奉命率部进入南京 成为当时仅有的两支能在南京驻扎的部队之一 因此被誉为羽林军 第74军的声誉也达到了巅峰 不过在抗战中铁血抗日的石中成 到了解放战争开始后 却厌倦了同胞内战 假接身体不适 回乡养病 而第74军则改编为整编74师 交给了张灵甫 结果在孟良故战役中 全军覆没 1949年 石中成跟着蒋介石一起去了台湾 但由于备受排挤 晚年生活拮据 甚至一度靠养鸡为生 最后于1974年因病去世 享年77岁